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长库克上任以后来 星期二他推出了公司15个月来的第一款新产品 不过呢这款产品还没有满足消费者的预期 就引来了外界评论 公司的股价也应声下跌 推广F1 4S 让库克在总部加州古博迪诺的新品发布会上亮相 不过分析师认为 苹果发表的这款iPhone 4S没有重大突破 不是市场所期待的iPhone 5 当天下午苹果股价重挫3.2%到362.78美元 目前56岁的贾伯斯仍然担任苹果董事长 由于病情恶化 他在今年8月底辞去了首席执行官一职 今天贾伯斯没有出席发布会 更加让外界猜测他的健康情况 新唐人记者林渔综合报道